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吾伟 赞 严密结实张德林兵马的动向 告知我们手中的藩军 严阵以待随时听后调遣 学生这就去 王大人 太后封张德林为兵马大元帅 这是霸大宗的兵权 完全想掌握在自己手里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六匹小官 站出来反对 大人 包拯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老夫也被他弄糊涂了 哥哥不是说包拯是自己人吗 他怎么敢在朝上胡说八道 有人敢在朝上公开与哥哥作对 这还是头一次 一个六品芝麻官 谁给他的胆子 王烟灵 可是王烟灵 不是要将包拯 撵出朝堂 赶出京城吗 那是苦肉计 他们两个人在演双簧 那就是说 包拯 投靠了王烟灵 没人撑腰 这个包拯 没有那么大了胆量 既然包拯 想做王烟灵的主子 那我就先斩了他 那我就先斩了他 包大人 王大人 包长 今天弹劾张德林 什么人指使你干的 没人指使 没人指使 张德林的战报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 学生查看了边关折布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是监察御史 这是我的职责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包长事情很严重 你必须告诉我 先帝家崩前 秘密召见了你 都跟你说什么了 皇上 包长来了 皇上 皇上让你免礼 谢皇上 不 包长 朕谢谢你 关键的时候 帮了朕 皇上 都是臣该做的 臣 听皇上说 大宋的江山 还有劫难 朕怀疑 张德林 柳娥 有阴谋 有阴谋 朕的日子不多了 找你来 是想让你 帮朕的儿子 皇上 朕 朕的书 朕的书 老朕 有阴谋 的 把你 都会 来 你 要是想让你 让我 朕 命你做监察御事 帮帮朕的儿子 你一定要让他活着 让他活着 一定要活着 保证 你想过 朝廷这潭死水 现在为何如此平静吗 因为涌动在底下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清楚 老夫还以为 你投靠在张德林的门下 可你今天在朝上的举动 反倒让老夫糊涂了 王大人 学生不投门生找靠山 更不会做别人的棋子 但是你这么做 张德林会无以为你是我的棋子 你若把张德林逼出水面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你在张德林面前就是一粒沙子 你怎么能阻挡他 不管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都会为你的锋芒付出代价 今天 发生在皇上身上的事情 你是怎么想的 有人给皇上下了毒 报证 如果让你查这个案子 你有把我查出真相吗 学生不知道 老夫等你的回复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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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位卿家边关送来急报 西夏又大肆举兵 进犯我天朝疆土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皇上尚且年幼 哀家又是一个女人 该怎么办 你们拿个主意 怎么都不说话 书密使张大人 回太后 您应该问王大人 您应该问王大人 他可是宰相 秉太后 淑密使张大人镇守边关多年 边关安宁多年 边关的事情没有谁 比张大人更清楚 所以应该听张大人的 所以应该听张大人的 此等江山设计大事 你们不要推来让去的 王大人的意思是说 只要臣带兵去镇守边关 边关就会太兵了 是因为我守将无能 能威慑西夏的 除了张大人 难道还有谁吗 谢谢王大人的赞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那就请王大人 先拨三十万的兵马粮响 我即刻带兵去收拾 西夏蛮子 太后 国库已无力支出 三十万兵马的粮响 那就先出一半 张大人 一半也没有 国库的银子呢 回太后 近年天灾连连 战祸不断 安葬先帝 小皇帝登基都要用银子 国库既收不上银子 还要出银子 所以国库里 也没有几两银子了 打仗打的是银子 王大人应该明白 这个道理吧 难道就任由西夏宰割不成 回太后 王大人一定有办法 禀太后 既然打不起 就花钱买太平 和谈 没钱打仗 和谈就有钱了吗 太后 西夏禁犯 无非就是想抢一些财产 和谈的钱 与打仗的钱相比 九牛一毛 西夏人的胃口 这么小吗 那要看谁去跟西夏人和谈了 与张大人的威慑力 一手拿刀一手拿钱 一手软一手硬 一定能谈出一个好价钱 王大人 我是武将只会拿刀 嘴上的功夫 还是您王大人的本领吧 你是何人 江湖人称 女侠 笑天猫 露出你的真面容 让爷看看 是不是你 免得爷杀错了人 还真是爷媳妇 你约爷到这里来 想干什么呀 退婚 爷不退呢 你要杀夫 吓死爷了 爷答应你 你杀了爷爷就退 来杀爷吧 也保证一动不动 心疼死爷了 你 你 你越闹 爷越发喜欢你了 爷都等不及了 爷要马上入洞房 回去告诉你爹 赶快准备嫁着吧 赔嫁要是少了 爷可不答应了 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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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打你还记得吗 记得吗 上次是误会了 给你赔个胡事 赔个胡事 你打死啊 为什么打我 为我媳妇 还没过门 你就差点给我戴了顶绿帽子 你无中生有 幸亏是无中生有 不然你早死 告诉你 我们就要成婚了 你把礼金准备了 没有礼金 这一脚是替张大人教训你的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竟敢弹劾张大人 你找死啊 谁给你的胆子 有刺客 杀你呢 是杀你的 胡说 敢杀小爷呢 还在娘肚子里呢 杀手蒙着面 国舅的十个侍卫 也奈何不了他 杀手到底要杀谁 杀包长呢 我堂堂国舅 谁敢杀我呀 你怎么知道 他们要杀包长 我毫发未损 包长差点丢了性命 太后 杀手行刺时 他们两个人正搂抱在一起 说不好是杀谁的 你为何要与包长 搂抱在一起 我正在教训呢 杀手就来了 你为何要教训包长 丈人 你来说 误会 都是误会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暗算我 我可不是三脚猫 我是江湖女侠笑天猫 哪个师父叫出来的徒弟 就这身功夫 也敢让你在江湖上混 你这是在骂我 还是骂我师父 你也就是有胆量 在这里骂骂我 你要是骂我师父 你就死定了 敢问令师是谁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南侠斩章 谁 南侠斩章 我不杀女人 你走吧 我也没想暗算你 我就是想试试你的功夫 是我 没错 我跟踪你就是为了试你 没想到你还挺谨慎的 还知道蒙着个脸 不过 你怎么跟我师父一样 也是个做撇子 你跟着我干吗 我要跟你联手 联手做什么 杀恶霸 我看你的功夫也不怎么样 一个人也杀不了刘富 正好 我跟你一起联手 你为什么要杀刘富 不该问的不要问 这是江湖规矩 懂吗 懂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 算了 我也不问你 就一句话 干吗干吗 你别走啊 尹若昭 我可告诉你 在这世上 哀家只剩下我弟弟 这么一个亲人 他马上就要成为 你的成龙快婿 他若是有个什么意外 或者闪失 哀家一定赏你女儿一个 贞洁牌坊 太后 臣正在全城击拿凶手 你的马虽然跑得快 但是我的驴认识近路啊 你跑不过我的 你跟着我究竟要干什么 我们联手 你为什么不答应 因为我们驴唇不对马嘴 你不要看不起驴 它会生气的 你要怎么样 才能跟我联手啊 我展昭独来独往 从来不与人合伙做买卖 你说你是谁 展昭 展昭 你好大的胆子 杰铐猫冲我师父 你若再敢冒充我的徒弟 我就让你这笑天猫 变成哭地猫 你 你真的是南下展昭 师父 师父 徒弟终于找到您了 我不是你师父 您是我师父 我很早就拜您为师了 只是您老人家 还不知道而已 您一直神龙见首不见位 我没办法了 我就扎了个稻草人 我还给您磕头上香了呢 原来你的功夫是跟稻草人学的 这个是我自己琢磨的 我一直等着您指点我呢 你给我丢了多少人啊 我从来都没有给您丢过人 当然 输给您 也不算丢人吧 再说了 您不是也有失手的时候吗 刚才杀刘富 您不是差点把那个包黑炭给杀了吗 那个黑家伙是自找的 我根本没有打算现在杀刘富 否则他活不了 没打算杀刘富 那 那您今天干嘛 哎呀 师父 刘富真的是个无恶不作的恶霸 您现在不杀他 你打算什么时候杀呢 有人出好价钱的时候 哇 师父 您杀人还赚银子啊 杀坏人挣钱 我也要吃饭呢 那徒弟的银子你也赚啊 你师父是稻草人 嗯 多少银子是好价钱 一百两 一万两 不行不行 太贵了 刘富的命哪值这么多银子 他就值 值一两银子 出不起这个价钱就快点走 别缠着我 谁说我出不起 我这又给你找银子去 一 张大人 太后请您入宫 你应该如何 那我可以留下 半岁上了 我拿到三个小银子 dazu 这第二件事 我相信我 是否刘富的 刘富的 你必须想起来 你们肯定 什么想要 不是傻包装 难道是冲着哀家弟弟去的 恐怕是 谁这么大的胆子 是王延林吗 他怎么敢以卵击石 他可不是卵 他是块硬石头 先皇在世的时候 为了防我独大 把地方藩军的兵权交给了他 这么多年 他掌管着朝廷百官的任免大权 培养了很多死党 我的人里面也有 王延林 为什么要杀哀家的弟弟 他要干什么 要是叫你看出来 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他就不是王延林了 等我啊 别爱一败了 同志 她就想起来 跟着我 我也想起来 或许起来 你原来 远远于你 你会变得 我一直想起来 他就想起来 守账 你只想起来 你会变得 我一直想起来 你不认真 我一直想起来 不认真 我就想起来 我一直想起来 怎么打扮成这样 逃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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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婚干嘛来找我 我找你要银子 找我要银子 没错 当初你来京城的银子 可是我给你的 我不找你要找谁要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找你是全天下最容易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 你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吗 人家当官的吧 都吃香的喝辣的 你怎么还吃抗厌菜啊 看来这个官是白当喽 要吃山珍海味开封城里 有的是好馆子 吃 我偏不 本小姐山珍海味吃多了 就爱吃这口 你怎么了 被人打的 谁敢打你啊 你可是朝廷的官 你男人 谁 刘富 刘富不是我男人 我不会嫁给他的 你快走吧 你让我去哪里啊 想去哪里去哪里 只要别待在这里 我没地方去 你可以住店 我要是能住店 我还来找你啊 我上次怎么被我叔 给抓回去的你是亲眼所见 而且这里是我爹的地盘 我更逃不了了 没办法 只能现在你这儿住下 再做打算吗 不成 我不答应 为什么不答应 我不想惹麻烦 最后倒霉的一定是我 哎呀 乖爷乖 말을 或是ег 是老人的 官爷 官爷 你们抓的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的 一个带剑的男人 和一个穿着男人衣服的女人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堂堂一个大小姐 我跟你独处一事 要倒霉也是我倒霉 怎么 怕我非离你 要么这样 你再多给我点银子 我马上就走 多少 一万两 我哪来的一万两 那就没办法喽 那你小姐啊就住下了 你一个女子怎么如此霸道 想知道问我爹去 包黑子 你不会又要出卖我吧 会 你 敏大人 城里的客栈翻了个底朝天 还是没有找到 是 活该 人家杀刘父 你凑什么热闹 你怎么知道 全城都传开了 谁会不知道 我是问你怎么知道 是杀刘父不是杀我的 废话 你的命哪只一万两 什么一万两 我是说像我这种行走江湖的侠士 杀黄清国契一般都是这个价 一万两行价 什么人会出一万两 什么人会出一万两 怎么又来人了 尹大人 报长 我来看看你 伤怎么样了 没有伤到筋骨 伤了药后没有大碍 谢谢尹大人 皇上中毒的案子还没有头绪 这事又惊动了太后 让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本官没有那个金刚罪 我向太后举荐了你 这两个案子都由你来查怎么样 不和你啰嗦了 本官还有一件麻烦事要去办 引到人请留步 报长 你还嫌惹的麻烦少吗 你还嫌惹的麻烦少 尹小姐 别说 别说 你出来吧 胡闹 越来越不像话了 报黑唱 你敢再次出门 我遭往会报复你的 哼 静下来的时候 我总是在想 如果我不认识冷清 就不会进入皇宫 协助王大人查案了 如果尹小姐不逃婚 我就不会认识冷清 如果不考功名 我就不会遇到尹小姐 如果哥哥不被赃官陷害而死 我就不会考功名 如果我爹不遗弃我 赃官陷害死的 可能不是哥哥 而是别人 如果我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就不会有这些如果 江山又会是谁的江山 他又会是怎样一个王朝 而眼前这个朝廷 百官结党隐私 为了利益相互彻种算计 新的王朝如同建立在 魔兵之上随时都会坍塌 这打也打不起 谈也谈不成 那就是说 没有办法了 二位大人 这大宋的江山 不光是赵家的 也是你们的 你们真愿意 看着他垮下去吗 西夏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人 王大人 这话哀家听不懂 有人家国不分 把国库当成自己的家 搬空了国库 什么人如此大胆 炸起来杀了 如果真要杀 以后上朝 恐怕就不用在大殿里 在您的书房里就行 张大人 此话怎讲 百官都杀了 这朝廷里 就剩下您和小皇上了 如果不杀我大宋江山 用不着西夏人来攻党 先垮在我们自己人手里 杀也不成 不杀也不成 不杀也不成 这可怎么办呢 皇上 这个家 哀家恐怕帮你看不住了 听母后道 太后 要想保住大宋江山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抓出几条关键蛀虫 杀一警百 逼其他蛀虫 吐出侵吞国库的银子 听宰相吗 郑大人 我在等你 王大人等我何事啊 消除误会 银子 银子 他弹劾你跟本相没有关系 你说我会相信吗 弹劾你对我来讲有好处吗 你知道我从来不干赔本的买卖 这个时候咱俩相安无事 对我们都好 杀刘富谁干的 你怎么知道杀手是冲刘富去的 那王大人是怀疑我要杀包拯 如果是我我也会杀他 我是想杀他 可还没来得及 好 既然这样 那就证明我们俩都是清白的 杀手就更该查清楚 包拯跟我们俩都没关系 让他来查 那就听王大人的 包拯 你一到开封 就替朝廷破了两个天大的案子 这两个案子都牵连到了哀家 你还了哀家一个公道 哀家在这里谢谢你 太后 臣受宠若惊 这几天又接连发生了两桩大案 有人要害皇上 有人要杀国舅 这两个案子 都关乎到大宋江山的安稳 哀家就把这两桩大案 交给你去查 这也是张大人跟王大人的意思 你要尽快把这两个案子 查个水落石出 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臣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包拯 这两个案子 有一个案子查不清楚 本官定咬你的脑袋 两个案子 臣只能一个一个查 那你打算从哪个查起 皇宫外面的案子 为什么 皇上在宫内危险容易防范 国舅在闹事之中 防不胜防 杀手随时可能要了国舅的性命 这两个案子干系重大 哀家赞同张大人说的 如若查不清楚 小心你的脑袋 你让我办的事情已经帮你办妥了 刘父可以杀了吧 刘父不能杀 师兄你曾教我年少仗剑走天下 教我要分清楚 善恶中间 刘父现在不能杀 不杀他的理由不能告诉你 小爷 人带来了 爷到处找你 你倒真不怕死 自己送上门来了 刘大人 跪下 什么 你说什么 接太后懿旨 庄公子 这些日子你都去了哪里 我就在开封城 办你托付的事情 前几天的事情 是你请人干的 可惜失手了 那了闷了 太后是怎么断定凶手是要杀小爷的 你应该去问太后 奶奶的 请不吝点赞 你能不能够散开封门 我猜你 你们这些人 你可以去订阅 他人的王子 还能够传门 我这些人 想要说 你能够传门 序太后 快点 摇到 感谢观看 看你这张黑脸反倒会被你吓死 滚出去 离小爷我远点 小爷我怎么会招惹上你了 这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咱们彼此彼此 你打算怎么查 大安总跟你有仇的人下手 谁与小爷有仇 我还正想要问你 备车 是 小爷留夫 谁与小爷有私仇 快过来杀小爷 小爷留夫 谁与小爷有私仇 快过来杀小爷 小爷留夫 快过来杀小爷 快过来杀小爷 知道这是哪儿吗 爷仇人的将 国舅怎么来了 见我媳妇 国舅见小女有什么事情吗 问她 包长 你来做什么 她来抓杀小爷的凶手 抓凶手 到本关的宅子 你怎么不跟着爷了 我在外面 爷在哪儿 你在哪儿 这是你说的 你 你 跑来我家干什么呀 找仇人 他要找爷的仇人 爷就带他来了 国舅真会开玩笑 这里都是你的亲人 怎么会有仇人 你闭嘴 怎么跟我爹说话呢 爹 没事 您先出去 我们之间的事我自己解决 我媳妇让你出去 这里没你的事情了 好 你们好好说 一定要好好说 好 住住住 爹的媳妇 还没过门就离家出走 让你给戴绿帽子 爹的媳妇 爹还没睡 你先跟她住在一个屋子里 你们说谁是爷仇人啊 尹小姐 事情依你而起 你来解释清楚 解释什么 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清清白白 你看看你 身都这么黑 非然而我说你清白 谁会相信 尹小姐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爹和我叔啊 两次把我从他屋里抓回来 你说我们清白吗 怎么这么会编瞎话啊 我们素不相识更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素不相识 爷媳妇 大半夜藏在你屋里 你说素不相识 鬼信哪 尹小姐 不说清楚 你不怕坏了你的名声 自打跟这个人订了婚啊 我的名声早就坏了 破婚子破衰呗 你不怕我怕 没看出来啊 你还是个脸黑皮薄 要脸面的家伙 本小姐越反的喜欢你了 奶奶呢 你也杀了你们这个狗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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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脑袋上材 走啊 媳妇儿 爷不上你的当 你想用这个黑家伙逼着爷退婚 痴心忘想 你越折扰爷 也越喜欢你 就如同你说越发喜欢那个黑家伙一样 知道为什么吗 咱俩有一个一样的地方 用一个字说 是坏 用两个字说 是太坏 爷喜欢 你们两个的事情不要把我扯进去 这么跟你说吧 我根本就没有拿他逼你 因为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没用啊 也不会上你的当 包长 是真的吗 吴忠胜有胡说八道 行 那你说 他看了我的身子 我看了他的身子 算不算 算 包黑色 你跟他说 我们看过了吗 你快说 丢了衣服 我只好光着身子跑进山洞里 恰巧他在里面换我的衣服 如果这算的话 我们看过彼此的身子 你说的是真花 你问他 那不算看光 你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真给爷丢人 真是个傻子 还以为自己占的便宜呢 不对 那也算看过了 爷的媳妇爷还没看过呢 你哪只眼睛看他 爷挖出来 你傻呀 当然是两只眼睛都看了 一丘之鹤 什么意思啊 他骂咱们俩是混蛋 真的 好听 你终于说了一句爷爱听的话了 听见了吗 他说咱俩是一丘之鹤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咱俩是绝配 你不嫁我嫁谁呀 行 要我嫁给你也行 但是呢我有两个条件 你说 这第一 你的会馆里应该有很多姑娘吧 那个包黑子还没成家 给他找一个当妻子 等他有了家事我就断了念想 这样就可以嫁给你了 你当真 当真 只不过这个家伙是个清官 囊中羞涩 银子你先贴在垫上 等他学会挣银子了再还给你 好 爷答应你 第二个呢 你给我一万两银子 做什么用啊 买嫁妆啊 那是你爹的事儿的 那么一点点银子你都拿不出来啊 你太看不起你男人了 我给你两万两 成交 你可想好了 想好了 想怎样 要他死 刘父已经逃过一劫 已经有了警觉 审便多了护卫 朝廷也在缉拿杀手 江湖的人说 现在要杀的更是难上加难 银子也得翻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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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